你是不是那种就是买了很贵的化妆品回来 结果没有效果 这个闲着 认认真真的对比那个成分 就是对比个半个月一个月左右 经过拿后来 第一次用手就过敏了 别感激真的就是很难 今天我就与我自己 十年亲身购买经历告诉你们 我们在买这种大牌护肤品的时候 要做哪些功课呢 才能不采雷 千万不要被那些品牌 铺天盖地的那种广告所迷惑了 比如说就像我自己 我自己在买之前都会去一些什么 真我呀 还有美丽修行的 上面去查一下那些护肤品的成分 包括一些安全性呢 还有功效 上面还有很多宝贝使用的真实评价 你这样买下来就比较安心 那如果你还在犹豫它的质地是否清爽呀 包括一些使用感受的时候 就直接去品牌官网 领取它的试用小样 还可以关注一些公众号 然后去线下的专柜领取 或者可以多多留意猛猫的优先试用 上面有不定期的那种品牌更新 你直接拿回家试用很方便呢 我们女孩子就是要花小钱避大雷 你多加对比之后 我觉得合适了 我们再去入手 下一期呢 就跟你们分享一下 我自己买过这么多的大牌当中 性价比最高 最适合入手的单品